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串手链 我还以为是你要送给那个小姑娘的 此为北海定情如所作 本事只有情段之事才能摘下 如今你我姻缘在续 她总算又回到你手上了 一月 你去看看圣母他们在聊什么吧 你说你师父一个老顽童 会不会在成婚的时候整骨我俩呀 说不定哦 那我还真得去看看 等着我啊 去吧 难道连陪她走完最后一场的时间都没有 有没有吗 师兄 你吓死我了 他 他 兔儿 是 兔玥 我到底还能陪你多久 统灵 兔 师母跟月老公公学好日子了 就定在下个月 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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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了 统灵 啊 怎么了 医院 我的红线 我的红线去哪儿了 什么红线 你手上带着的不是只有手链吗 不是师母 我真一直有根红线 我现在怎么看不见了 扬老公公 医院你先别着急啊 我那个图儿呢 说不定突然间有什么事 没来的就跟你说 就走了 先前 你用他半身笼骨和法力 才能看到这些 如今他刚进了驿站 法力不足 看不见也是正常 你别紧张 你确定 哎呀 这丫头 我骗你干什么呀 我现在就去 把那丑小子找回来 我去问问她 有天大的事 也应该跟一月姑娘说清楚呀 看把一月姑娘气的 是啊 一月 也许童公子 临时有事要忙 她师父 都在这儿呢 跑不了 好 反正 只要有这根红线在 无论是逃到天涯海角 她都躲不掉 对 她跑不了 托儿 你临时不晚 等着 为师给你护法 师父 算了吧 三年前 您费心费力将我二人 从鬼门关前救回来 宫里已经大损 如今将眼彻底封印后 更是强弩之魔 就算你现在为我护法 以我现在的法力 恐怕也只能从头再修炼 哎呀 我都跟你说过了 但是这次你一定要替师父的 现在立刻马上 跟你会被害 我还有最后一件事情 没做完呢 哎呀 都什么时候了 火烧眉毛了 托儿 李姑娘的 我来解释 她对你是一望今生 肯定是能理解的 啊 以她那个脾气 要是知道了我现在这个样子 定要把那半生龙骨还给我了 你 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 抛出这条命 她也不会怕 无论是三年前还是三年后 她何时退过 您看 她知道我们是神仙的时候 根本不像他人那般小心谨慎 正因为 她对天地之间的一切都一事通人 师父 像他这样肆意潇洒的人 若是知道我要死了 定会做出伤识 你 沙徒儿 你听为是一句劝啊 我 我就不信 李姑娘还能追到阎王殿去呀 别说是阎王殿了 只要她想 她就敢去 天煞孤星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 所以 如果时间不够的话 我只能先另想她发 你要干吗 师父 你看 先不说别的 我这次签的银元献 算是郎才女貌 天作之合吧 沙徒儿 你不会打算 去哪儿 来 见白崽 见过许多人 看过万家灯火 也见过战乱纷争 有时候就如你所说 长命无忧又有什么用 如此寂寥也是无趣 直到我 遇上了你 你真是忌吃不忌打 你师母 刚因为这个是揍过你 她也是担心才会如此 她越是担心 我愿意要证明给她看 我会成为天下第一女 不嫁人 一样能挣钱给她养老送终 易渊 带我走后 希望你有朝一日 可以成为你心中那个自由自在 无拘无数的天下第一女不同 托儿 你真的要对她使游望情咒吗 你要知道 此咒无人能解 一旦用了 将会断情绝碍 你对她来说 就彻彻底底是一个陌生人了 托儿 你一定要想清楚 你一定要想清楚啊 你一定要想清楚啊 走 唐灵 你不得了 我明明感觉到他来了 佟林 佟林 我知道你在 你出来 不管你遇上什么事 我们一起面对 你不要吓我 没有什么事是我们携手解决不了的 你出来好不好 你跑哪儿去了 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 他们吓死我了 就是 突然有急事 没来得及跟你说 处理好了吗 这次先原谅你 佟林 能不能答应我 以后不管有什么事 都要提前说一声 别忘了 答应过我 要好好跟着李捕头 为首是瞻的 好 这个像不妨 没有 那我都还真的 不应该 不愿你 不得了 真的 我还没想过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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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